今天的美味生橘三文魚頭蝦 三文魚頭蝦 蒜蓉 小幹蔥頭姜和大蒜 先把魚頭處理一下 好我們把這個魚頭先薑起來 給點薑末蒜末 撒點蔥花 為了讓朋友們知道它具體怎麼做的 我們用勺子量一下 一個魚頭放兩勺蠔油 再來點黑椒 海鮮醬 三勺海鮮醬 生抽 一勺 兩勺 再來點老抽 一勺就夠了 再把它抓拌均勻 用手軟一下 給它按摩按摩 再撒點生粉 裹在這個三文魚頭上 把它的味道鎖住 這個叫南美白蝦 把蝦 把蝦破開 把它的蝦餡取掉 就是蝦腸子 再用刀輕輕的拍一下 這是已經取了蝦餡的蝦 把蝦餡地炒 把蝦餡的蝦餡 把蝦餡和蝦餡的蝦餡 把蝦餡和蝦餡和蝦餡和蝦餡 這個砂鍋倒入我們的小料 炒出它的香味 把魚頭擺在調料上面 醬料也放上去 把料酒灑在砂鍋上 利用水蒸氣加熱增香 就這樣沿著旁邊滲下去 把料酒灑在砂鍋上 哇哦 现在把虾摆上去 每个虾上会换个蒜头 继续盖盖 煮五分钟就好了 哇哦 洒入葱花 时来运转美味生菊鱼头虾搞定 欢迎点击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谢您的支持